當政府宣佈何時登記之後 而是開放之後 理解都會在政府同一個官網登記 到時就通過政府的官網登記核實身份 之後市民就可以選擇用哪一個賬戶去收這筆錢 如果市民說希望用阿里比香港這個權手去收錢的話 其實到時就會在那個網站 去輸入他自己阿里比香港的戶口的特定識別號碼 之後政府那筆錢就會自動打到阿里比香港的戶口 在我們的錢包裏會將平時的戶架和消費件的金額分開出來 因為始終消費件的金額 我們都要根據政府指定的商戶用 是不是合資格商戶和消費類別 所以這兩筆錢是會分開去計算的 市民在支付那時候就可以選擇我用消費件 還是不用消費件 這是可以的 整個APP的設計頁面都會令到市民很簡單地去 就會是click on 你看消費件 就會看他現在剩下多少錢 還有他之前用過的交易全部都一目了然 如果是一個正常交易退貨 當然那些我們都會正常地處理退回去 只不過我們真的查詢到如果是套現的行為 我們可能要再多一些去點檢查 市民就在政府的中央平台那裡 去登記去用哪個支付工具 去登記用白日通的話 只需要登記那個白日通卡的號碼 就已經可以OK的了 如果去用實體卡登記的話 去到現在拿交通保貼的渠道 其實就包括了在很多港鐵站 在交通保貼機 他每個月都會去拿回交通保貼的 同樣到時派消費件的時候 他一樣是可以在交通保貼機那裡 是拿得到消費券的 如果他是用手機的 有我們的手機APP 他其實就不需要去這些實體的站 去拿消費券的 他可以是通過我們白日通APP 去拍個卡在手機那裡 已經可以拿到的了 如果他是手機白日通卡就更方便了 因為把卡已經坐在手機裡面 所以到時去放消費券的時候 其實他只需要在手機那裡一按 就已經是拿得到的了